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25日星期日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我先交代一下為什麼昨天一整天我又沒有做到節目 連直播也是暫停 因為太過頭痛了 吃藥後倒頭大碎 所以昨天就沒有做節目 當休息一天 希望各位益友多多包涵 也感謝大家的關心和慰問 我們講一下本港打疫苗的情況 在昨天再公佈多一宗 曾經接種疫苗之後死亡的個案 令到累計的個案有23宗 其中19人打過科興 4人打過復必泰 所以就是19比4 到底昨天那宗的個案又是怎樣呢? 衛生署說 接獲醫管局的情報 有一名75歲的男子 本身患有高血壓和糖尿病 昨天早就在家被發現不省人士 送往將軍澳醫院的急症室 經過搶救之後無效離世 據了解 這名男子曾經在4月9日 打過第二針的科興疫苗 暫時沒有臨床證據顯示 這件事件是由疫苗引起的 衛生署會按照既定機制 將個案交由專家委員會 進行因果關係評估 好了 由專家去把關 這個又高血壓 又糖尿病 本身有很多慢性疾病 另一宗的個案 就是在前天的事後情報 在前天衛生署說接獲醫管局的報告 有一名本身患有高血壓和肥胖問題的58歲女子 在22號的黃昏 就被發現到在家中暈倒昏迷 送往聯合醫院接受治療 根據醫管局的資料 初步臨床診斷就是豬網膜下腔有大量吹血和腦水腫 延至是凌晨離開了 據資料顯示 他在4月13日曾經接種了第二針的科興疫苗 在觀察期間並沒有不適的紀錄 衛生署就說 現時是未有臨床證據顯示 和疫苗接種有關的 就是說這兩宗暫時都沒有證據 由專家去把關 我們又聽一下到底那些專家有什麼說 這個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召集人 孔帆毅 他就是專家中的專家 做了召集人 我們聽一下他到底怎麼說 他就說 截至到4月18日 本港有1890宗和疫苗相關的不良事件 佔了整體接種者的0.17% 大部分都是輕微事件 科興的不良事件比率是 那當然是很低的 差在哪個而已 這個專家真厲害 唉很低 他就說暫時分析了19宗的死亡個案 有11宗就是注射之後14天之內發生的 另外8宗就在14天之外發生的 死者就有嚴重的長期病患 例如是高血壓高血脂肥胖 原來肥胖都是嚴重的長期病患 哈哈哈 肥胖都不行 所以大家自己去打針的時候 你聽清楚了 再說多一次 他說有高血壓高血脂肥胖糖尿病 觀心病吸煙習慣 本身已經是有很大的風險死亡了 這個是孔凡毅所說的 我也相信 是專家來的 所以如果大家是有這些 嚴重長期病患 你自己小心一點 是不是 孔凡毅還說 瑪麗醫院有一名58歲醫生在急症科工作 打了復必泰疫苗兩天之後就出現中風出血 去到勒敦治醫院急症室求醫 再轉送瑪麗醫院腦外科 由於臨床上情況轉差要接受手術治療 他說暫時沒有相關個案的詳細資料 但是病人本身可能有睡眠窒息 血壓偏高等問題 需要有待委員會開會去檢視更多臨床數據 才能夠確定 跟疫苗有沒有關係 另外有兩名孕婦流產 他就說以資 是跟接種疫苗無關的 他就以資了 流產的都是無關的 麵坦又如何呢 麵坦有35宗報告 29宗屬於貝爾氏的麵坦 6宗不屬於貝爾氏的麵坦 他說打完復必泰之後出現麵坦 也是以資的注射風險 那以資也沒問題 哈哈哈哈 都是以資 其實外國也有的 以資的也沒問題 孔凡藝還提醒 市民在接種疫苗之前 要先控制本身的病情 例如是有長期病患人士 如果病情未能控制得好 又或者有吸煙的習慣 曾經是出現心口痛等的症狀 尤其就是在運動期間 建議這些人先去求醫 如果有高血壓高血脂的病情未曾受控 就應該先作控制 這個就是孔凡藝的勸語 到底現在香港打疫苗的情況又去到怎樣呢? 截至到特區政府昨天公佈的數字顯示 有80萬06600人打了第一針的疫苗 39萬7200人打了科興 40萬09400人打了復必泰 即是復必泰已經多過科興了 明明復必泰已經比科興更遲 從這個數字就可以反映 科興是不夠復必泰受歡迎的 至於這個疫苗接種的數字 那個比率其實也是相當低的了 750萬人口只有80萬06000人打了針 即是說一成多一點 其實華人地區普遍接種疫苗的比率都是低的 大陸就是一成多一點 澳門也不到一成的 只有五萬多人打了針 澳門人口就是65萬 至於台灣 這可能是不到百分之一的 這可能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華人地區 普遍的肺炎傳播的情況 都不是很嚴重 大家都覺得相對安全 打不打有什麼分別呢 第二就是大家都擔心 究竟疫苗的副作用是怎樣 這是人之常情 因為華人普遍都會用一種 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打不打針 如果他不打針的話 他肯定就不會有副作用不用死 如果他中了招的話 多數都不用死 因為現在死亡率很低了 如果他打了針的話 事實上來說他就怕死了 雖然出事的事故率也是很低 而且專家也說得明白了 是跟打疫苗無關的 本身那些人都是高危的 但是你要說服得到市民相信才行 而且可能在那些人的眼中 他可能連一點點的風險也不想負 甚至他覺得打完針之後發燒兩天 頭暈申請兩天他都不喜歡的 那你沒辦法的 這是個人的自由選擇 其實不要說華人地區 就算外國有一群人都是死硬派 你叫他打針他都不去的 那一定有的 其實全世界都有這些人 就是對於打針抗拒的 有些簡直是不相信疫苗的 有些人是懷疑論的 那沒有的 一定整個社會怎麼都會有這些人 那你唯有就是包容他 外國就做到這件事了 比如說現在英國在討論那一隻疫苗證書 或者叫做疫苗護照 還有歐盟有一隻叫做Digital Green Certificate 就是叫做數碼綠色證書 都是類似的東西 他就不叫疫苗證書 因為怕那些人不喜歡 怕那些人反彈 那這些所謂的證書到底是包含了什麼資訊呢? 有三樣東西的 第一就是你打針的紀錄 第二就是你檢測的紀錄 第三就是你過去半年有沒有曾經中過招 如果你曾經打過針 或者是檢測過是陰性的 或者你半年之內中過招 其實都可以拿到這一張東西的了 就可以自由來去旅遊 當然現在還沒落實了 要到夏天的時候才推 英國那裡正在諮詢這件事 但是如果他那張所謂的證書或者是疫苗護照 他包含了這三樣東西 其實就涵蓋了絕大部分人的了 那有些人他不喜歡去打針的 那你就去做檢測吧 做檢測陰性一樣 尿一下鼻子 或者尿一下喉嚨而已 其實就免除了打針 那當然有些人連做檢測都不願意的 那你就別去吧 但是人家已經照顧得很周到的了 他就知道社會上還有一幫人 不是不願意去打 而是他根本身體不允許他去打 你只是看看孔凡毅 講到那些長期病患是很多種的嘛 那那幫人自然就不去打了 他不打可以做檢測 檢測不會有副作用的 刺一下鼻子 刺一下喉嚨而已 不會畫瓜柴的嘛 所以別人就做到了 或者你半年之內都曾經中過的 他就當你有抗體了 那就不用再去打針或者做檢測了 你都已經熬過了 所以別人就是做得很好的 很人性化的 那當然你說香港現在打疫苗 那一成人比較多 那你也要有誘因給別人才行 其中一個誘因就是去旅遊 你的去旅遊 不是單止說旅遊氣泡 因為你搞旅遊氣泡 上次和新加坡搞 就算去不了也好 如果大家有知道那些買票的情況 是很瘋狂地搶票的嘛 那些人已經是渴了很久的 即是 無論外遊 新加坡都會召殺的了 問題就是他都去不了 當然了 你去旅遊氣泡 就可以回來的時候 不需要隔離 但是去其他地方又怎樣呢? 你如果打了針之後 會不會說隔離的日數是減一些呢? 是不是現在14天的? 你7天可以嗎? 或者再降一些可以嗎? 你讓他回來做多些檢測 你要做多些這些措施 才能吸引到一些人去打針的 你經常抱著 在本地搞的措施 本地那些都吸引不了人的 如果能吸引得到的 已經是反映了出來的 那個數字是 先前說宣佈要搞疫苗氣泡的時候 已經多了人去報名 就是那些人來的了 所以特區政府應該再考慮一下 到底是不是要適度放寬呢? 比如說有些地區 它已經是 肺炎情況改善了很多 那你就可以試一下跟它開通 比如說台灣這樣 你又不談的 可能因為政治不正確 但是有其他地區 都控制得很好的 像澳洲那樣 澳洲又政治不正確 真麻煩 這樣就沒得搞的 那你就跟新加坡搞了 你看搞不搞得行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